如果你要把這個數字函數 這功能加上去的話 請記住啦 這個可以複製貼上的 比如說你要算那個 假如你電腦裡面沒有的話 還記得就是說 上禮拜有講過 你可以開啟那個Excel裡面的VBA功能 然後呢 新增一個模組之後 把這個 這一段程式嘛 從 Function開頭 名稱 到End function結束這一段程式 貼到你的 VBA的那個模組裡面 它就會具備有 這個自定義函數 那其實我發現啦 真的很多工作裡面 常常有同學問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函數 可以幫我完成什麼樣的事情 那其實答案都是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那你就要自己定義啊 對不對 你要自己把它變出來 可是95%以上的同學 其實都沒有這個能力 那沒有這個能力怎麼辦 那你就要土法練鋼了 慢慢來 那你就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 你對應到 你工作對應到那個函數 定義出來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 插入函數 給他需要的東西 答案就出來了嘛 比如說像 判斷 那個 數字有幾 你只要抓 某一個 儲存格裡面的數字 它可能有英文有中文有數字 但是你可能只需要數字啊 那怎麼辦 不會的話 就點它兩下 選取數字 Ctrl C 再Ctrl V 那可是如果你這邊 有 可能1000筆 你要做1000字 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可是如果你有一個 自己定義出來的函數 那兩下就做完了嗎 對 你 選它 向下填滿 完了 太棒了 對不對 時間就省下了 所以如果你工作裡面 每天都會用到 或經常用到的那些 功能 那你其實可以考慮 自己定義出那個函數出來 OK你工作會非常 就會輕鬆很多了 而且其實你會發現 時間變多了 OK 這會多很多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每天工作 都在做一些土法輪鋼的事情 不過倒也是 至少他會比較忙碌一點 其實他沒有偷懶 其實是在做事情 但有一天都要學會的話 變成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但有些人真的學會了 那怎麼辦 我問他說那你上班怎麼辦 他要裝忙 不能讓老闆知道他已經做完了 所以 這個 不過當然他有他更大的空間 多一個專業 多一個技能 也許他可以很多 比如說 留下數字的函數 有沒有 你給他原始資料 他會return給你什麼 最後的那個結果 那程式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段 Ctrl C 貼到那個VBA裡面模組 你的 Excel裡面就有這個 留下 數字函數 這些 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 這都有 我們上個禮拜的東西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把它 回憶一下 那如果忘記 沒關係 影片 都會有這些東西 上個禮拜 找一下 裡面應該都有 所以有些我已經講過了 就請看影片 上個禮拜的影片 這樣我也不需要再重講一遍了 OK 也比較可以 在 教學上面 比較有效率一些 那為什麼會把它錄下來 很多課程 我講一遍之後 下禮拜同學會問同樣的問題 下下禮拜會問同樣的問題 後來我乾脆把它錄下來丟給同學之後 發現 好像同學再也不會問我問題 不過他也是一個 他問我問題大部分都是問那個 可能我們上課真的沒講到的部分 但我也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可以發現 同學 我上課可能 漏講哪些 或者是他們可能盲點在哪裡 反而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可以發現更多的問題 然後給 補充更多的資料 進來這裡 所以每次上課都有新的發現 好那再來的話 我想我們等一下請各位 就是把那個範例檔的部分 再把它打開來 下載下來 因為這個範例檔 你可以從雲端上下載 記得下載方式 因為上禮拜同學對雲端不太好 我是還蠻強烈的建議 因為雲端真的還蠻好用的 我把東西放上去 很多事情 大家都不會來 反我了 不會來 以前要 摳來摳去幹嘛 不用了 而且這個東西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連得到 所以其實因為這樣的關係 國外我還認識蠻多人的 因為他們 他們可能是 華人 聽得懂 我講什麼 但是在國外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所以他怎樣 可以看我的東西 看我之後 那會沒有給我問一些問題 甚至 反正 甚至還找我幫忙做一些東西 OK 其實這還蠻妙的 所以我也蠻樂於把這東西放上 放上去 其實上 不只是台灣 或者不只是你們 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 OK 那我想這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一種行銷 我覺得 至少我們也被看到 所以我感覺 每次上課 都覺得 坐下底下的人不只是你們 其實還有更多人 很多人我根本無法 我不不知道到底哪些人 但是有時候讓我覺得 好像出乎意料之外的 而且很多是 國外念書的研究生也跑來問我 因為他們對那種什麼 城市設計部分 非常感興趣 好 那等一下請各位就是把那個 範例檔部分 再把它 也許上禮拜如果已經有把它下載下來的話 那就不需要重複下載 記得下載從這邊上面的箭頭 把它下載 解壓說之後的話 因為今天 我們後面還有 四大類的函數 所以 打開來之後 我把它分成文字 文字資料 後面還有那個 邏輯 日期 跟數字 不過邏輯跟日期 可能我覺得 重要性大概 可能還是比較後面一點點 也許我們先跳到數學好了 然後在 這個 最後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再把這兩個再講一下 因為我怕後面可能會講完這些 沒有太多時間 請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數學的這個函數先打開好了 那裡面的話請各位 看一下 先開啟那個什麼 數學函數這一個 就是 主要的 主要是這一個 那其他的是延伸性的練習題 請各位先把這一題先打開 裡面 我覺得主要就是說 了解兩個非常重要的 函數 Sum應該不用講 Sum就加總 另外一個 Count Count應該 計算幾個 那裡面的話延伸 Sum相關的函數 Sumif Sumif S SumPoda 等等的 跟Sum有關係的 因為Sum加總 但是有可能一個狀況 你的Sum 像這邊 總成績是加總 這應該沒有 可是如果你這邊上面再請自行再加入他的百分之多少 比如說第1次是30% 第2次也是30% 第3次40% 當然如果說你要把它做計算的話方法很多啦 那我們可以選擇 幾種方法 要不就是公式 這個乘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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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啦 其實我剛剛講的 插入函數裡面 那因為這個是屬於數學與三角 數學 那你找到sum 往下找 S開頭的 那你會看到sum 裡面有sum sumif sumif非常重要 用到機會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不會sumif 很多事情你可能做不出來的 sumif 這個s 有點像多個條件 比如它底下 有沒有 quatira一個 quatira兩個 quatira三個 就是你可以有 一個範圍 一個條件 另外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範圍 另外一個條件 你可以多條 s有點像是 複數的意思 sumif sumif 那底下還有什麼 sumif OK 那比如說我今天 你會發現 像這個範例 我們的需求是 把兩個範圍 相乘之後的結果 這個是一個範圍 這個是一個範圍 那其實sumif 它的意思就是 把一個array array的意思就是範圍 把第一個範圍 也許第一個範圍 我們可以是指這個 array2的話 也許可以指這個 它會把兩個相乘的 兩個範圍相乘之後的總和 幫你把它放在結果裡面 那實際上當然sumif 其實就是我們要的 OK 所以你也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是sumif 的應用 請各位稍微開啟 我們的數學函數部分 先稍微練習一下 後面還有sumif 然後 綜合練習2 這個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幫我把那個 數學函數這個部分先看過 因為我覺得數學函數 我這樣用到的機會 其實非常的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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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